你好欢迎收看8月2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府25号下午召开疫情记者会 对目前花莲县卫生局对民众施打疫苗 以及防疫的政策进行说明 9月1号65岁长着每年5剂的快筛季 而校园9月12号开始实施防疫新制 婴幼儿BNT疫苗8月27号开始接种 提供6个月到4岁的婴幼儿 到13个乡镇进行接种 花莲县25号确诊人数531人 累积病例84,119例 9月1号开始65岁以上长者 每人5剂快筛季 婴幼儿BNT疫苗8月27号开始接种 提供给6个月至4岁的婴幼儿进行接种 可以到全县13乡镇卫生所进行接种 6个月婴幼儿到额童的疫苗 6个月到11岁可以打BNT BNT 那这两种疫苗呢 都是像我们13项症的卫生所 以及婴幼儿新冠疫苗的医疗院所 那对于6岁到17岁的沃尔拉 或是12岁到17岁的BNT 或是18岁以上的各种疫苗 都可以在13项上的卫生所 以及我们所有的新冠医疗院所做疫苗的接种 教育处专员也对即将开学 学校将进行相关的消毒措施 并呼吁家长学童在入学前将进行快筛 避免学生在入学之后发生交叉感染 记者凌结花令市采访不到